截图山海L6高五级选车教程 不买最贵的 只买合适的 截图山海L6全系从低到高分别 分为Pro Max Ultra三款配置车型 支了价从12.39万到14.49万 我建议从中配Max版开始选择 相较于低配的Pro版车型 Max版贵了1万1 增加的配置都是很实用的 有L2级的辅助驾驶 540度的全景影像 电动后备箱 自适应远近光灯 自动分区空调 自动感应雨刷 15.6英寸中控屏 高通骁龙8155芯片 50瓦的手机无线充电 增加的这些配置 对于日常用车体验 有很大的提升 至于Max版 选配的三样 怎么选呢 首先加2000元 升级19英寸的轮毂 绿色的刹车卡线 这个要看个人的喜好选择就行 不算太贵 还有一个是2500元的娱乐生态包 索尼的酒喇叭音响 和主驾驶座椅通风加热功能 以及3500元的书响生态包 副驾驶零重力座椅 加主驾驶的通风加热功能 如果说是北方的朋友 娱乐选择包 我是比较推荐的 作为加热还是挺重要的 不过要注意的是 官方说明了 这三个选择包 只能任选其一 不能叠加 再来看顶配14.49版的 Ultro版车型 比Max版又贵了1万元 增加的配置 有15英寸的轮毂 安全气帘 开门预警 内置行车记录于 前泊车雷达 倒车预警 并线辅助 车顶行李架 灯雨 面部识别 放盘加热 前排通风加热 主驾驶座椅 还有腰部调节 副驾驶座椅 电动调节 后排背架 索尼音响 64色分威灯等等 这1万块钱增加的 的确不少 我认为比较实用的配置 像前排的座椅通风和加热 安全气帘 再或者是车顶的行李架 至于加2000元 选装的20英寸的轮毂 我不太推荐 因为就这台车的尺寸本身 它就不算太大 20英寸的造型 也没太必要 而且搭配了255的台宽 能耗也会因此增加 买截图R6 你不就是为了带步省油吗 所以换个大轮胎 真的没必要 加价2500元选装 具备按摩的 和腿拖的女王副驾值吗 这就要看你的副驾 它对躺平和按摩 有没有强烈的需求 所以截图R6 怎么选 你学会了吗